香港的货跌价 便宜了 香港正在贬值 这是问题 所以人口有输入性通胀 所以我也说了 其实大家记得 我其实最早说房子已经是去年十月 年纪之前 你想想这年纪有50%的房子 两个月前我再说一次 大家借的钱都要付首期买一层房子 这两个月起了20% 如果你付10%就赚了200 那个需求是哪里来的呢 是大陆拿钱来买的还是怎样的 我解释给你听 这个月今年的员工单位数目是15000 今年的开工数目是多少呢 是40年以来未见过这么低 只有6500个单位开工 即是供应不足 供应是少到这样 即是两年后的供应 你会见到短缺到什么严重的情形 而新楼有一半是大陆人买的 地产商很聰明 手做这么多东西 新楼足足有一半 他说一车人下来 我跟几个中原那些人谈过 他说一车人下来 大概新楼数了一半 第一车真是聰明 想起这么多 小资更贵 因为特区政府握死了地的供应 你一看就知道那些地产商完全没有地 他说一块地 以现在的市价和房价来说 百多二百亿三百亿 整间地产商都是值几百亿 接下来就好了